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挺腾前 今天的视频我们会讲一下 卖投资房的话可以如何去省税 那卖投资房的话,如果你赚到钱的话 你会要交一个增值税 那什么是增值税呢? 简单的说就是你卖投资房的时候 你卖出的价格比你买入的价格要高 你赚到了钱 那赚到钱的这部分呢 你就需要去缴纳一个增值税 增值税是仅限于投资房 如果你是自住房的话 是不需要缴纳任何增值税的 我们来稍微说一下增值税是如何去计算的 那增值税的计算呢 就是你利润部分的50% 按照你当年的编辑税率去缴税 我知道这样讲的话可能比较模糊 那之后呢我会用具体例子给大家具体讲解 在具体讲解之前 这里有概念大家是需要知道的 就是加拿大采用的税率呢 是marginal tax rate 就是编辑税率 也就是说当你挣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的税阶会越来越高 所以当你的房产赚的钱多的时候 你的税也会缴得越来越高 下面我们就来用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 假设2003年的时候 你买了一套房产 那买的时候呢是50万 现金的价格如果你卖出的话 会是150万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例子我其实是有简化了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减去的部分 并不只有是当年买房子的价钱 你还可以减去一些其他的费用 比如说你的律师费 过户费 比如说你装修的钱等等 那这些可以减去的费用呢 我在之后的视频会具体给大家讲解 但是因为例子减化的原因呢 这里我们假设你所有的费用是50万 以这个例子来看 那增值的部分就是你赚到钱的部分呢 就是150万减去50万 就是100万加币 那假设你当年的薪水是8万块的话 你需要交多少的税呢 以BC省和安大略省为例 100万增值的部分的二分之一 就是50万加币 再加上你8万块的薪水 就是当年收入58万加币 那BC省呢 你是需要交26万3的税 安大略省呢 你是需要交26万8的税 这样算下来 从表面上看 好像BC省和安大略省的税率 还没有达到50% 具体的来看就是58万的收入 BC省的平均税率是45.39 而安大略省的税率呢 是46.34 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了 加拿大的个人所得税 所用的税率并不是平均税率 而是边际税率 Marginal Tax Rate 从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省的最高的边际税率 是53.5% 以安大略省为例 当你的收入超过 22万1708加币的时候呢 支上所有的收入 你的税率将会是53.53% 所以我们首要要考虑的一点就是 我们如何可以去减去最高收入 也就是说超过22万1千上面的那些收入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方法呢 就可以解决或是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你需要提前去计划 如何去善用你的RSP 那RSP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 RSP是可以抵消你最高收入的部分 存入1块钱的RSP 就可以抵消你最高收入部分的1块钱 不用去缴税 那么我们把它放大 假如你存入10万块的RSP 那你最高收入的10万块就不用去缴税 以安大略省为例 10万块的RSP呢 可以帮你省去53500块加币的税 就是10万块的收入 乘以它最高的编辑税率 53.5%就等于53500块加币 我们来稍微说一下 RSP的contribution limit 就是它的限额 那以2023年为例呢 你可以存入最大的RSP的限额是 3780块加币 前提是你2022年的收入 需要达到171000加币之上 那对于RSP它是有这样一个特性的 你下一年的RSP可以存入多少钱 是根据你上一年的收入来决定的 如果你的收入足够高 那4年的话就可以帮你 整一下12万的RSP的额度 也就是说它可以帮你省掉 最高收入的那12万块钱的税 其他收入的RSP的限额如何去计算 那它是你收入的18% 比如说你的年收入是10万块加币 乘以18% 那每年的限额就是18000块加币 6年的话就是9万块加币 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工作 年薪都是10万块的话 那6年的话就是9万块加币 还乘以2就是18万加币 如果你的投资房是在夫妻双方的名下 并不是在一个人的名下 那这种情况下呢 夫妻双方的18万加币的RSP 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以安省为例 你是可以省掉96300块加币的税的 就是用18万乘以最高的并计税率 53.5%就等于96300块加币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说一下 如何把你所有的RSP的contribution limit 都攒到一年来用 就是你卖房子的那一年来用 那一共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它是源于RSP的规定 RSP是允许carry forward 也就是说你可以积累RSP的额度 如果你之前一直都没有存入RSP的话 那你之前一年的额度 就会自动积累到下一年 以此类推 如果你积累个几年的话 你的额度就会不停的增长 第二种方法呢 是你可以每年照常的存入RSP 但是你不要用它去抵扣你当年的收入 你要把你每年存入的RSP的金额都攒起来 然后一起用来抵扣你卖房那一年的收入 因为那一年你的收入是最高的 你的边际税率也会是最高的 第二种方法呢 是需要一些具体操作的 所以如果你想用第二种方法的话 你需要告诉你的会计师 不要抵扣当年的收入 因为如果你不告诉你的会计师的话 那你的会计师就会自动的去抵扣当年的收入 那如果你是自己报税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去操作 那你需要找到表格 schedule 7 RSP and Use Contribution这个表格 然后找到我视频截图上 有画了箭头的这一行 那这一行的意思呢 就是你想用多少的RSP 去抵扣你当年的收入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个红色的override 你需要在override的前面打一个勾去选择它 因为如果你不选择override的话 那么它会自动的去抵扣你当年的收入 然后在override的后面写上 你想用多少的RSP 去抵扣你当年的收入 如果你一分钱的RSP 都不想用来抵扣当年的收入的话 那这个线上你可以写0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用一部分RSP的金额 来抵扣当年的收入 那我们视频中的例子呢 是选择用一部分的RSP 来抵扣当年的收入 大家可以看到 当年的RSP是22725块加币 然后这个人是选择了 14725加币来抵扣 用22725减去14725的话 是等于8000加币 也就是说这个人选择 有8000加币是没有抵扣的 这8000加币是可以用来抵扣 以后的收入的 那当你收到NOA的时候呢 就是Notice of Assessment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Unused RSP Contribution的那一行 这一行就会显示你Unused RSP 那我们之前是有8000加币 没有选择抵扣 所以在NOA上你可以看到 8000加币的Unused RSP 用这种方法积累Unused RSP的时候 你需要每年报税的时候 都这样操作 直到你用RSP的那一年 这样你才可以把所有的Unused RSP 积累到一起 然后在你卖房的那一年去使用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 这种方法这么麻烦 为什么有的人还会选择这种方法呢 那选择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因为 当你存入RSP的时候 你RSP里的收益当时是不需要缴税的 只有在你取出的时候才会缴税 所以如果有的朋友想现在就拿到收益 却不想收益缴税的话会选择这种方法 这里有一点我想和大家重复强调一下 就是税务呢 其实是需要你提前去计划的 而不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后 才想去怎么样去节省税 也就是说当你卖完房 你才想去怎么去省税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省税的话 那你一定要提前知道 你的房子大概的收益会是多少 然后你需要攒多少年的RSP 是两个人都攒RSP还是一个人就足够了 这些都是你要提前去计划好的 关于RSP有些朋友可能还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这样操作的话 RSP会不会影响我的退休金和其他的退休福利 有一点关于RSP的特质 大家是需要知道的 就是RSP是可以随时去取出的 你现在为了卖投资房去省税 比如说省了53.5%的税 那之后呢如果你需要取出的话 你可以在你收入低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提早退休 或者是你有一年失业了 这个时候税率低的时候去取出 如果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在退休之前就取完全部的RSP 这样就不会影响你的退休收入 以及其他的福利 关于RSP的最后一点呢 是想和大家清晰的说明一下 你到底需要多少的RSP 才能去全部抵消你的Capital Gain 就是你全部的增值 其实之前的视频里有说过 但是没有具体的列举数字 怕大家听不清楚 那这里重新说一下 假设你有20万的Capital Gain 就是20万的增值 你只需要投入10万的RSP就可以了 因为Capital Gain它只有50%是需要早税的 所以只需要10万的RSP 而不是20万的RSP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种方法 就是用Capital Loss去抵消Capital Gains 具体的来说就是 如果你之前有卖资产赔钱了的话 比如说卖房赔钱了 卖股票赔钱了的话 你可以用之前赔钱的部分 去抵消你卖房增值的部分 这里有几点大家是需要知道的 第一点就是你卖资产赔钱的那一年 你需要去申报这个赔钱的部分 如果你不去申报的话 你是不可以用来抵扣将来的增值的 第二点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赔钱的部分呢是需要Realized 就是说交易完成 比如说股票 如果你还拥有这个股票 只是账面上赔钱的话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Unrealized的 所谓的Realized 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已经卖出 然后这个赔钱已经成绩定时时 有的朋友会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手里的股票卖了 然后我再把它马上买回来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是不可以的 你是需要至少卖出30天 30天之后才可以买回来 如果在30天之内你就买回来的话 这样是不可以的 像现在的大环境下股票是下行 如果你觉得你的股票在近期不会涨回来 那你也可以考虑把它卖掉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 你还想再买回来的话 你也可以30天之后再把它买进来 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考虑 自己去做决定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把我的股票卖掉 然后30天之内呢 我自己是不买回来的 我让我的老公或者我的老婆买回来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也是不可以的 30天之内 无论是你自己的账户 还是你配偶的账户 都是不允许买入 你刚卖出的这只股票的 不然的话就不会被视为capital loss capital loss还有一个特质就是 如果你当年没有capital gains 没有增值的话 那也是没关系的 因为它可以用来抵消 过去三年的增值 以及以后所有时间的增值 第三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可以用来抵消capital gains的 就是抵消增值的 一定不要落掉其中的任何一项 首先买房子的时候 purchase price就是买房子的价格 legal fees 律师费 lend transfer tax就是转户的费用 和其他的closing cost 之后呢在你拥有这套投资房的期间 如果你有做一些大规模的装修 就是capital improvements 比如说换门窗 比如说换屋顶等等 如果你买投资房的时候 首付没有达到20% 需要买cmhc的mortgage insurance 并且这个mortgage insurance呢 你以前没有在你的rental income中 去减去的话 具体的来说就是mortgage insurance 它其实是一个finance charge 可以分5年来抵扣你的rental income 就是你的租金收入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抵扣你的租金收入的话 那么这个cmhc的mortgage insurance 在你卖房子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来当做费用 用来在你的profit 就是在你的收益里减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卖房子的时候 有哪些项目可以用来抵扣 那第一个呢就是sales commission 就是你的realtor 你的经济所拿到的这个佣金 佣金还包括它的hst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当你的房产经济帮你卖房子的时候 比如说它收你5%的佣金 这个5%的佣金呢 在之上还要加一个额外的hst 所以在你抵扣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也要包括这个hst进去 因为这也算作你的费用 第二个卖房子时候所产生的律师费 legal fees mortgage penalty 就是你提前卖房银行收你的罚款 还有其他的一些卖房子所产生的费用 比如说你需要修理一些东西 或者说你需要装修一些东西 然后再卖房子 那这些呢也是算作费用的 接下来的一点是比较特殊的一点 它只适用于你房产的用途发生改变的这种情况下 这一点分两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从自住房变为出租房 自住房变为出租房 你可以使用45-2 election 这样的话你可以将未来的四年 扔指定为自住房 就是说你可以免掉四年的增值税 第二种情况是出租房变回自住房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可以用45-3 election 这样做的话 可以把过去四年出租的时间指定为自住房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省掉四年的增值税 无论是45-2 election还是45-3 election 它都有自己的几个限制条件 第一个限制条件呢 就是你的房产从来都没有申报过折旧 就是CCA 第二点就是它的变更的条件 是需要整套的房产变更 不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 比如说其中的几个房间来变更它的用途 这样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的房子用途发生了改变 你是需要去通知你的会计师的 这样你的会计师才会帮你去申报45-2 或者45-3 election 如果你不主动去告诉你的会计师的话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也不会帮你去申报45-2 或者45-3 election 最后一点 如果你卖房子的这一年 恰巧你的收入也比较低的话 那也是可以帮你省掉一些税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你来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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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